適能的老人家需要照顧服務人員 協助吃飯 偶爾幫忙拍背 照服員得二十四小時留守 這樣辛苦的工作 勞動條件卻不佳 越來越少人願意投入 衛福部調查過去十多年 政府培訓十二萬多名照服員 留在職場的只有三萬多人 如何提高誘因 現在勞動部就嚴你 讓社福機構照服員每個月的總工時 從兩百四十小時調降到兩百二十小時 不過有社福機構認為 如果政府不提高社福給付 一位限縮工時 只會提高加班等人力成本 最後費用還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政府如果針對於他所安置的 低收入戶的這些長輩的照顧費用 沒有提高 還是像現在有的縣市 還停留在一個月二十四小時 一個月的總共照顧才一萬八千塊 這根本沒有辦法 有更好的人力 更多的人力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只會造成讓他 在人力資源上面惡性循環 社福機構認為照服員人力吃緊 除了工時長 還有待遇 工作環境不佳 以及身心職業傷害大等原因 不是單靠調降工時就能解決 桃園市社工公會則說 儘管照服員或保育員 有總工時上限 卻仍被歸納在責任制 很難吸引人力投入市場 撿二十小時的話倒不如可以討論 或者是說我們工會的立場 也是可以討論說 是不是可以參照這個教保人的經驗 那把責任制取消 然後變成一般的勞工社會 勞動部嚴理調降社福機構責任制勞工的工時 只有調降二十小時 也沒其他配套 在部分照護機構和基層社福工作者來看 對實務人力的提升 沒有太大幫助 勞動部則表示 還會再持續開會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